也就是我从高一到大二的这五年里 一直保持着每天八小时外加半小时午觉的作息 在我的大学宿舍中 很有幸其他几个室友也基本和我一样早睡早起作息规律 于是每天十点半左右准时熄灯 也让我们的宿舍在全国或许都能算是一朵奇葩 很多人可能会问 在学业负担不小的情况下 是怎么保证在如此充足的睡眠的情况下 在有限的白天时间内高效运转 完成很多人在成倍的时间内都无法完成的任务的呢 其实我也从未感觉自己很擅长时间管理 只是想本分努力地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 以实现一些目标 今天也是想以一个很普通的同龄人大学生的心态 来和大家梳理一下我觉得想要掌控好时间 应该从源头方法上如何入手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看下去 在这个视频中我对于时间管理的思考 自己亲身经历的叙述和分析 具体的方法和工具 比如辅助性的APP等等 都会一一涉及 首先我想要讲的是 我自己思考后 总结出的时间管理的大前提 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 举例说明一下什么是我所谓的较长远的目标 衣食无忧生活幸福 成为人生赢家这种有点太大了 下次考试考到多少分以上又太小了 这并不能算是长远目标 高中生或许可以根据自己现有的成绩和对自己清晰的评价 以高考的每一科目考多少分以上作为目标 大学生要面临的选择和纠结更多一些 或许可以仔细思考好自己求学的下一阶段 想要深入哪一个方向 比如研究生就读的专业 或者是求职时想要进入哪种类型的职业 具体做什么岗位 在此基础上去制定长远的目标 有了这样的目标之后 我们就能更有计划地进行现阶段的努力 对于中学生而言 就是找准和目标之间的差距 查漏补缺 大学生则是积极去搜集和自己的目标的发展方向有关的信息 明确自己的目标 对于学习以及学习之外的方面 分别有哪些能力上的需求 然后基于这些具体的需求提前着手准备 无论是保研考研的科目学习 还是出国的语言成绩项目经历 入职的各项能力 还有日积月累的素养方面的积淀 都可以开始努力了 其实我个人而言 可能一直属于大家眼中比较自觉自律的那种类型 我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的最大内屈力 也就是一个一段时间内自己想要达成 又需要跳一跳才能达成的目标 你或许也有这种感觉 一旦找到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目标之后 压力就会陡然增加 发现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就没有时间用来迷茫了 我认为这种适度的压力感 其实对于珍惜时间 把握时间是有正向作用的 它让我一直保持手头有计划要去做的事情 而有了要做的事情 自己合理计划 而不是两手空空 漫无目的 这种最容易浪费虚度时间的状态 有了明确的目标这个前提下 下面我再来谈谈具体的时间管理的方法 根据我的思考 我认为现在主流的辅助自己管理时间的策略 可以分为两类 我把它们分别称为 事前计划类和事后复盘类 而我自己应该两种都试过 事前计划类顾名思义就是在新的一天开始前 利用列出to do list的形式 可以详细到每个时间段干什么 来安排好下一天的日程 事后复盘类 就是在一天内或一天结束后 记录复盘自己在某个时段做了哪些事情 这种时间管理方法 是我读了刘比歇夫奇特的一生 这本书后了解到的 作者几乎坚持了一生 一丝不苟地记录自己每天花在每件事情上的时间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读读这本书 不过其实百度百科就概括了这种时间管理方法的精髓 那么接下来说一说我对这两种方法的见解 我认为前一种明确规划好每一个时间段干什么的方法 或许更适合中学生一些 因为中学生除去白天的上课时间 晚上依然有非常长的一段 自己安排的学习时长 而且中学生的学习手段比较单一 基本就是做题 而做一套卷子或者几页练习册所需要的时间 也是自己比较容易估测的 不会出现自己做出的安排非常离谱的情况 当然是在你自己认真执行的情况下 同时中学生一天内要兼顾的科目非常多 提前计划交错安排进行也是更好的安排 对于实在没有头绪自己如何安排上课之外的时间 或者是基础比较薄弱 在提高基础前不宜盲目刷题的同学而言 或许依靠一些课外的辅导课程等等 有计划的去学习 借助来自老师的帮助和更系统的安排 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里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网络课程 网易有道精品课 这次我也联合了他们争取到了只需要0.1元 就可以领取的课程福利 高一到高三的同学都可以来充分利用这波资源 24课时清华北大本硕名师的课程 加上科目干货电子版资料 包含高中三年所有的重点难点总结 还会赠送一些独家的课程资料 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了解 这个课程我去听了李辉老师的英语课 我觉得他教的很多解题方法 对于提分也的确很有用 尤其是他强调的超自然语境记单词 就是在文章语境中记忆 这与我之前在分享单词计备方法的时候 一直强调的背单词一定要重视例句 是同一个道理 掌握了方法之后 对节省时间也是有显著效果的 自然就事半功倍了 不清楚如何针对自己的情况 安排学习的小伙伴 还可以接触到这些非常优秀的老师 和他们直接交流 并且还会有一对一的助教老师对你进行辅导 对于大学生而言 我认为应当采取一种不同的时间管理策略 虽然大学生和中学生一样有白天的课程 但是面临的时间管理的挑战 却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大学生平时的一些作业 很多都是体量比较大 没有办法预估具体要花多久完成的项目 调研论文等等 不同科目的作业之间 有时也不适合交叉进行 比如如果给自己定下下午下课后 6点到7点写C++的代码作业 7点10分到8点写码源论文 这样都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计划的时间段内 完成你原本希望完成的进度 在时间到了之后 反而得机械生硬的切断原有的进度 转移去进行下一项的计划 对此我一般采用的方法是 借助滴答清单这个APP 把自己现阶段确定要做的一些事 比如一些既定的课程的DDL 全部列在我的这个目前的列表里 它其实比较笼统 可以看到就是目前要做的 所有作业的清单罢了 但是至少这样一目了然 可以看出目前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完成 避免彻底遗漏 我也见过利用手机或者电脑自带的日历 或者其他的APP去这样标注DDL的 这些其实只是形式上的区别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而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个叫做今天的列表 在这里我会在不同的时间 如果是工作日 或许就是上完一天的课之后 在休息日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 把自己接下来的一晚上 或者一整天的时间 大致需要完成哪些事情列出来 这就是相对细化了的一个计划 但是也没有给自己限定死一个时间 在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 我也会以任务为单位 而并非以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这样既定的时间单位去进行 比如如果我今天的计划 是写完一个调研报告的第一部分 写完C++的五道代码小作业 以及背20个单词 我就会顺其自然一项一项的去做 只要自己的思路是顺畅的 大脑运转效率是在线的 没有出现实在没有任何思路 已经完全进行不下去的情况 就不会在中途硬生生的切到下一项 这样一天结束后 再复盘一下当天的进度 可以只是在大脑里回顾一下 反思自己的效率和安排 有没有可以优化的地方 如果某一项进度过快或者过慢 应该在以后的计划中考虑到加以调整 也可以根据刘比歇夫时间管理法 把每一项具体花费的时间详细记录下来 更好地辨策自己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也希望能多多支持我 欢迎给我送上一个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也会争取做出更好的内容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